我最近想換電話,有什麼好推薦? 越新越好 越新越好? 不過最近的電話這麼短時間就出一步 新電話都很快變了舊電話 那是,科技日新月異,真是追都追不及 不過科技的確為我們帶來很多好處 例如電話這樣 電話可以幫我們無時無刻跟不同的人通訊 更加聯繫了我們跟不同地方的人 我們真的要多謝科技的發展 那你真是太堅真了 科技發展的確是令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舒適 但在風光的背後亦都要付出很重的代價 你又知道? 因為我最近看了這本書《百年科技利弊》 這本書裏面講了很多關於這方面的東西 不講你不知 原來我們實在太低估了科技發展為人類帶來的壞處 你說空氣污染、水污染那些 那些我們一早就知道了 你這樣就大錯特錯了 環境污染除了表面的壞處之外 還會引致其他問題 讓我看看 你的酸魚溫室效應 原來導致這麼多問題 當然 這本書真的講了很多我們平時沒有留意的東西 我學了很多關於科技發展的事 正當我們在享受化學工業和我們大力的益處的時候 但是我們就忽略了它為人類的生存環境造成災難性的破壞 相信大家都聽過空氣污染和水污染了 我們就看少了它們的威力 它令人類和地球失去了無數的朋友 根據估計 地球上面曾經出現過40億種的生物 現在只剩下250萬種 生物因為環境惡化而無法生存 繼而絕種 真是大大影響了我們的生態系統 如果情況持續惡化 每年都會有一個生物絕種 對人類來說 這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 讓我看看 污染力生物的生存環境改變了 令牠們無法生存繼而絕種 真的有很多問題 例如醫學現在這麼昌明 亦都是科技所持 各種的儀器藥物等等 都令到病人得到更舒適更有效的治療 他們還有更大機會康復 但原來這只是事實的一半 如今社會的女性注重外表 於是便出現減肥藥 一種命懷移肌分的藥十分有效 但原來它會導致白內障 這個副作用亦都是科技未能發現的 原來科技甚至會令人變得魯莽 科技發展 無二可以為人類帶來更方便和舒適的生活 但因而帶來的問題亦都是不容忽視的 嗯… 唉… 好… 來… 天…